这有什么好谢的,举手吃了哦,今天做的什么呀,怎么这么酸? 陆年冬看起来毫不在意帮沐秀的事情,他只在乎沐秀做了什么好吃的。 这是酸辣汤,中午吃了鱼肉,晚上就吃一些好消化的食物。 沐秀用上好的高汤,加上豆腐,瘦肉丝,还有黑木耳,各种蘑菇,加上鸡蛋,醋,做了开胃健脾养肝的酸辣汤。 这酸溜溜的喝起来味道还真不错,配着黑面馒头,味道真不赖。 陆元,你尝尝。 陆年冬喝了一口后,顿时觉得食欲大开,他指着另一碗,明显是给陆元的酸辣汤说的。 医生说爷爷不能吃辣的。 陆元有些不悦地提醒沐秀,我没有放辣椒,虽然这叫酸辣汤,可是那股辣味是用胡椒粉做出来的,胡椒粉只放了一点调味。 沐秀抿嘴笑着解释。 陆元将信将疑地拿起碗尝了一口,他这是第一次吃沐秀做的饭。 酸辣汤一入口,陆元立刻就明白了为什么爷爷非要只吃他的饭菜了。 炎炎夏日,人最容易食欲不振,可是这酸辣汤入口,却是让人顿时口齿生进。 浑身都是舒服的。 陆元不知不觉中,就把一碗酸辣汤给喝完了。 看着祖孙俩都吃得津津有味,沐秀不由庆幸。 还好,现在交通不发达,全国各地的风味美味,特产并不像后世那样,不仅流传广泛,而且去某宝想吃什么就能买到什么。 因此,大家吃到什么都觉得味道不错。 这酸辣汤之所以好吃,那是因为他用的醋好。 沐秀用了宝宁所产的孵醋,这宝宁醋是用七十多种健脾保卫的名贵中药材制去发酵的,不仅养生,而且味道极好。 晚上还吃这个,陆念东吃完后,非常的满足。 陆爷爷,我会做的吃的可多了,晚上啊,咱们吃不同样的。 沐秀现在对陆念东心中充满了感激,他打算拿出手艺来,给陆念东做各种好吃的。 你做饭的手艺跟谁学的? 陆园带着探究的目光看向沐秀,他只不过是个农村来的小丫头,看穿着就能看出他生活得并不宽裕。 去吃少穿的情况下,做出的吃时还能让吃过不少美味佳肴的爷爷念念不忘,这还真的是让陆园有些好奇。 沐秀顿时一愣,但是很快他就想好了说辞。 我看过一本专门讲做菜的书,就尝试着用书上的方法,把最简单的食材做出味道不那么难吃的饭菜来。 陆园想到刚开始遇到沐秀时,他的确用的都是一些很便宜的食材,于是也就相信了。 你识字?读几年纪了? 陆念东则是饶有兴趣地打量着沐秀。 这家人还真是有意思,一个小女娃竟然都能识字,要知道,他这才平凡两年,之前他待的那个村子里,整村都找不出来几个认得字的人。 果真,说了一个谎,就需要用更多的谎言去言。 村里以前来过不少知青,出空跟他们学的。 沐秀想到了自己的大伯家的那个大唐姐沐红桥。 他之所以后来嫁到城里,就是因为当时沐红桥去跟城里的知青学认字,最后渐渐生出了感情。 知青姐夫前两年回城的时候,就把沐红桥也带回城里去了。 不错不错,也真得谢谢他们,不然我今天也吃不到这么好吃的食物了。 陆念东听了沐秀的解释后,不由夸赞了起来。 好了,陆爷爷,我舒适一下,晚上再来。 沐秀生怕再多待下去,就要面对更多的问题。 他把空碗筷一收,就起身告别了。 沐秀带给沐水夫妻的饭菜就要丰盛多了。 因为俩人跟陆念东的身体情况不一样,没有那么多忌讳, 又正是壮年,常年都是吃不饱。 蛋白质缺乏严重,所以沐秀就做的都是荤菜, 有红烧排骨,糖醋里脊,西红柿鸡蛋汤, 还有一只从某宝买来的德州扒鸡。 沐秀对沐水夫妻说这都是陆念东给的。 沐水夫妻俩感激不尽。 沐水和周秀莲有生以来,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的肉, 这种感觉简直太好了。 最后,两人把所有的饭菜都一扫而空。 第二日清晨,医生查房,来到了沐小花的床边。 昨天的化验结果,化验单送到我办公室了, 看数值应该没有多大问题了。 如果按照这样的速度恢复下去,不到两周, 就可以痊愈出院了。 张医生的话让沐水和周水莲如是重负。 多亏了你,都不知道怎么感激你才好。 沐水一脸地激动。 这病救人是我们应该做的, 你们好好照顾孩子, 有什么不懂的去办公室问我。 张医生转身就到下一个病房去了。 沐水,小花没事了。 周水莲眼圈红红地望着沐水。 别哭,小心眼睛。 沐水则是手忙脚乱地用手背去给周水莲擦去眼角的泪水。 两人双手不由紧紧地握在了一起。 那个,小花没事就好。 沐秀一头黑线, 父母当着她的面,撒狗粮, 合适吗? 周水莲和沐水这才想起来, 沐秀也在房中, 两人赶紧松手, 就闹了个大红脸。 那个,爹, 明天应该就要秋收了。 沐秀想起来, 昨晚在小食堂听到别人聊天, 她才反应过来, 秋收就这么来了。 对啊, 马上就要秋收了, 沐水, 你赶紧回家去吧。 周水莲算了下日子, 还真是。 我走了, 你们怎么办? 沐水一脸为难, 这一年里, 全靠秋收的公分挣得最多, 咱们还欠了村支书不少钱, 你还是回去吧, 小花这边, 有我和秀就能照顾好。 是的, 店, 小花已经好转了, 你正好回去忙十天, 再过来, 接我们一起回家。 沐秀也劝道, 沐水想了想, 他留在这里, 也的确没啥用处, 还不如回去, 每天把自己的公分挣完, 再多干点, 把周水莲的公分也挣了, 早点还完钱。 行, 那再过几天, 我来接你们, 明天我就先回去。 沐水下午就离开了医院, 回去之后, 他自然又是被刘妖妹 冷嘲热讽挖苦了一番。 不过, 他这次没有提借钱的事, 回来也只是为了秋收, 刘妖妹也就没有再为难他。